有,當時是在九局的上半 那因為張景玉當時動作比較大 這個沒問題 這個球拉掉了 OK 這個球我是覺得 即便沒有出棒的動作的話 其實也進好球帶了 這個變化球是若曦的拿手武器 只差變速球 只差變速球 因為他的這個球路之前 好像媒體大家有在討論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定義他 看看連續2K會不會出現 變化球打著揮棒若空 在一局的上半 徐若曦投出了2K 是一個三上三下 待會兒來看一局的後半 衛拳龍隊的進攻 又拿著外角低的位置 對,好 外角的變化球 對,打著揮棒若空 徐若曦抓到了這個半局的 第一個出局數 這是若曦今天所投出的第三K 接下來這一棒要比較小心 陳文介 因為他在禮拜四二軍的比賽 雖然有幾個初局數 台剛的打線 其實是選球做得很好 也平平的纏鬥 這個球揮棒若空 來了 來了 今天這一顆球 讓台剛左打群的揮坑率非常高 對 除了訴求以外 大家聊天室的網友 大家在敲碗 看到徐若曦精采的訴求 別忘了還有這一顆 這兩顆在第一輪 若曦所呈現出來 就是他今天準備這場比賽的節奏 跟狀況是非常好的 對 慢慢練沒關係 不急 謝謝茂茂 三勝出局了 Yes 等一下 等一下 抖內先等一下 好,抖內等一下 我們先怒吼一下 好,抖內 奧 奧 奧 兩出局了 這是徐若曦今天所投出的第5K 超棒的 好,我現在回來 好 謝謝茂茂的 困在迷宮 身在齊心 迷齊宮 進我心房 我自己講我好害羞哦 我的這個 建議我去看中醫嗎 好,看中醫可以調整一下 好 打者胡冠魚回棒若空 遭到了若曦的三陣 是一個三上三下 我們目前暫時1比0的領先 沒關係,1分不夠 待會兒繼續打 沒錯 茂茂可以拿起來了 紅手出 對方 可以回到若曠 來了 三陣 兩出局 這個打息的對決 最後三陣很棒 就是若曦投得很有耐心 而且配球上真的是擺脫了 我剛剛講的前兩輪的 我不再用你可能前面吃虧 灰空的變速球來對付你 出乎你的這種擊球策略的設定 反倒都是一些旋轉系的變化球 你看連夜總都鼓掌 對 讚讚讚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鎮宇 歡迎訂閱衛權龍官方YT頻道 並且加入頻道會員 每個月只要花75塊錢 有超多豐富的直播節目等你來看 還有不定期抽獎活動 保證超值 是的